可以看到學生雙手剝弦 為音樂班的考試做足準備 但他們期待就讀的桃園新民國中音樂班 卻因為招生不足面臨停招困境 有著32年歷史的桃園市新民國中音樂班 受到少子化的衝擊 連續5年招生未達10個人 桃園市府教育局 今年1月無預警公告停招 令家長相當錯愕 反映教育局預告的期間 過於倉促配套措施也不夠周全 罔顧學生的授教權 痛批停招的程序根本就是黑箱作業 而教育局也回應曾經聘請專家入校輔導 發現改善的成效有限才宣布停招 今天決定就是我們新民國中的停招 將是113學年度招生的狀況 再做決定 如果說113學年度的招生狀況 還是不佳的話 那我們114學年度會再來停招 經過協議教育局承諾 今年會續招並在一個月內重新公告 但若招生沒有起色 明年仍會停招 廣長強調這一年的時間將跨區擴大招生 而民意代表也表示會提高配合款 讓新民國中增添樂器的設備 提升招生誘因保住音樂般的香火